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球探报告7294一门将 再等一等吧,范围太宽 这个倒是可以牵进来 毕竟不是门将 也太宽了 沐萨苏纳 哇,一小原射 0比1 哇,陆西西直接提门家怀 又直接提门家怀怀 终于进球了 高豪,基本上半个大空门啊 呦,杨晨啊,单刀提不进 这个能提进去,还是你的左脚 这怎么看,真亏了 哎,搞好,调整不过来啊 哦,好的 这是杨晨,梅卡尔路 这场比赛基本上 前面有防尔队员,反而能顺序 上场比赛前没人啊 就往天上踢 感觉需要防尔队员的腿伸过来 这样才能控制那个脚,那个球的高度啊 在防尔队员两腿之间 不然的话,就替飞 不要,哇,好危险啊,点 算了,随意吧 你愿意说点球是点球啊 啊,方向对了 差一点勾不到 3比2 我们三次射阵都进了 对面两次射阵也都进了 就算公平了 比方最好的杨晨,梅卡尔路 回到了主场 方向关亚队 关亚队没什么信心啊 对面状态又是这么一般的一支队伍 还是赢不了 好剧民 话说好剧民基本上很少进球 点球进一个 又被搬平了 落后了 然后反过来搬平 让战比赛2比2结束 你能换个剧本啊 认真的,你能换个剧本啊 他就是有的比赛 你梯子怎么梯子都进球 有的比赛怎么穿都穿不好 为什么不知道 你就归结为 你就理解为他的状态就好 这场比赛啊,我们什么都不好使啊 或者说进攻的时候也没什么机会 有机会反而射不尽啊 传球也不舒服 虽然控球率很高 都不是无效倒角 哇,我们这个门将林凡 终于到16岁了 85到91 这个编后位83到89 最后 再看看这个 78到92 他范围就是太宽 现在不管怎么样 像这个门将签了吧 林峰 给这个门将一份合同 来的就是收发呀 这签了吧 83到89 一个编后位来说 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伟岸 这名字起的好 这来的是不是也是收发呀 我看这两个球员啊 门将没什么好说 有伟61 跟曹一样 曹也是61 他们俩很像嘛 不觉得还是让伟打收发吧 现在这个伟岸感觉潜力更好一点 之前那个编后位 他也不是主力编后位 他其实是个后腰 81到91的一个后腰 要不让他还是提个后腰吧 踢下 亚鲁兮兮吧 感觉曹这个 这样中场更全面一点 这样我们也有正中的左边后卫了 看看这个伟岸 82积极力量也不错 控球62 这也好吧 四星逆足 192 真高 这个门将187 五星逆足 门将五星逆足 我们用 左脚开块大脚 右脚开块大脚 也不错 毕竟都是非常好的补强 来了就能用 还是挺好的 接下来一场比赛又是主场 接着模拟吧 我猜比分二比二 我猜比分二比二 烏雷进球 不错 对面还不完平 郝俊敏设施点球 郝俊敏还经常设施点球 我印象中射出过两次了 烏雷没开二路竟然 我们既然要赢球了 可以跳过 三比零 张希哲也进了一个 这是我们近期踢的最好爱上的比赛 客场 来我们自己踢 正好试试这个门将 还有现在左边后卫 真高啊 这个 传球真差啊 这是我们后腰啊 樊建国 哎呦你讲这样 你这发型是西剑推的发型 这对面好像压出来啊 后面给我们留空档还是比较多的 好机会 非常好 杨晨20 让他比较这么顺 十分钟已经两个球了 跑位和传球时机都合适 好机会 废话 底线顶 是我自己顶去的吗 要求一边 廖东翔 哇这球没想到啊 竟然扛开两个后卫把这个球 最后还是送进去 而且还是他的右脚 反而就掉了呢 因为我觉得这挑战有点大 结果在两个后卫包夹下 还是本就送进了 厉害 好 没人 丢皮啊了 跑步 又踢在李柱上 这场比赛很顺利的 虽然后面有一些机会都要浪费掉了 领先太早了 上面场基本上这场比赛输入就已经定下来了 表现最好的六东翔 其实他浪费好多机会呢 不然踢个帽子气法也不是没可能 不过感觉那个维岸 那个编后位是真高啊 但是带球传球太差了 有机会还是得练练 那个曹李啊 踢回中场 感觉中间这个防守倒是加强了不少 还不错 第四 第四也行啊 反而有机会踢那个淘泰赛升级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